而台北市第五选区的盛民党立委候选人苗博雅 他现在是用一万多票的差距输给国民党的罗志强 今天下午他从中校东路三段出发 沿路骑的脚踏车向民众来卸票 现场有数十位的支持者向他加油打气 甚至还自告奋勇的陪他骑脚踏车卸票 只不过算下来 太阳花学运的六名成员组成了这个世代 这一次大选只有台北的吴佩义 还有高雄的黄杰入主国会 而其他四个人都是落败 对此苗博雅他说他不气馁 强调他们的政治生涯就是从挫败当中开始 未来他们会继续为台湾社会服务 支持者顶着艳阳为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加油打气 北市第六选区立委出炉 代表盛民党的苗博雅 最终以一万多票的协为差距 败给国民党的博志强 陆选隔天依旧打起精神 十四号下午苗博雅一路从中校东路 骑脚踏车卸票 也有支持者跟着骑脚踏车追随 这次二零二四大选 当年太阳花学运六名成员组成的这个世代 投入区域立委选战成绩并不太理想 除了北市第五选区的吴佩毅和高雄第六选区的黄杰 其他四人无缘入主国会 台北第六选区的苗博雅参选台北市大安区立委失利 但得票率将近四成五 被解读已经动摇铁栏票仓 新北第八选区三角都局势 国民党张志伦拿下八万九千多票 赢过民进党吴征的七万七千多票 新北第十二选区的赖品瑜得票数超过八万 得票率突破四成五 至于苗栗第二选区 邱正军人守住南军票仓 但曾文学获得七万多票支持 仍不容小觑 他们四人和当选人的得票率 差距约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以明显撼动区域政治板块 今天的失败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个人的挫败 但是我们深深相信 台湾会持续往前走 而且我也相信 品瑜文学跟吴征 未来还是会继续跟我一起 为了台湾而努力 但无论谁当选 新科立委2月1号报到后才是考验 华氏新闻乔 请华月琳 台北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